中天關台的這一天 員工們還上班的最後一刻 只是這時間突然來了一刀 一組文章生命稿 確定針對中天新聞 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申請假處分案遭到駁回 最高行政法院對外發布新聞稿 裁定抗告駁回 代表11號晚間11點59分59秒之後 中天失去五二頻道 六年來換一次執照 也就是當時在取得這個執照的時候 就應該知道 可能會有機率 在下一次換照的時候 無法來成功換照 列出種種原因大概四點 NCC是否准許換照申請 是主管機關裁量處分 但中天並未說明 NCC為何必須准許換照 而第二點就是 直到六年換一次 屬於付期限的行政處分 也就是說中天新聞所主張的 員工將失業 必須與假處分防止損失 與NCC不同意換照 根本沒有關係 而中天還質疑了 NCC的審議程序 但案件實體爭議 還帶法院來審作 無法禁憑中天的主張 就覺得NCC處分有疑義 而第四點 中天沒有說明有何重大損失 需要防止 有什麼急迫危險 需要避免 因此不符合假處分的申請必要 能夠取得許可 才能夠主張新聞自由 而今天NCC就是以中天新聞台 有不符合這些未皇法的規範 所以當然沒有辦法取得這個執照許可 在這個狀況下 中天新聞台也沒有市民 讓最高行政法院認同說 到底今天這個處分 有什麼違法的地方 12月11號的關台 這一天 最高法院補了最後一刀 抗告駁回 也讓中天新聞人 最後希望落空 全力衝刺 網路媒體 記得綜合報導